地道性骚扰的女生有多需要安全感 原来王碎碎结婚三年不愿领证 一直原谅不了丈夫张硕 对闹伴娘的处理真的是有原因的 读书时期的王碎碎 居然也遭遇了男性骚扰 我初中的时候 然后有男孩在追求 然后课间的时候 躲在我后面就从后面抱着肩膀 让我觉得很不适 然后就是把她的桌子 就是搬到我的课座附近 然后动动上课记笔记的时候 就是趁机摸跳的手之类的 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就直接站起来了 然后我把人生告诉老师 而当时王碎碎的妈妈完全站在她身边 然后我妈妈当时就来了 然后非常气愤地要求查清整个事情 因为我当时非常自动了 然后最后查清了那件事情 妈妈处理很多事 我很开心这些事情 有一个人能帮我处理好 所以我觉得在事后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应该想我妈妈这种处理方式 然而反观作为王碎碎丈夫的张硕 看到爸娘被自己的朋友骚扰后 她拒绝了王碎碎的要求 没有让朋友向爸娘道歉 我真的我做不到 我觉得跟她解释不通 就不必要去对她说交 我会这样子 她甚至还跟我说 那你要觉得认识是错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去认识呢 对 那你 有本事你当时放得紧来 你怎么不放紧 所以你现在能点王碎碎吗